大家好 今天是1月18日 星期二 首先 有朋友說 放假後 精神了 其實應該 沒什麼改變 但是有時候 放假後 可能會鬆一點 其實我過去這幾天 五六天 這幾天 都真是客氣多 沒什麼特別的事情 反而是在家裡看書 看書 然後又打遊戲 手機的遊戲 大部分時間都是這樣過 書看了一本很有趣的書 有些書看完尾 另外就是 看了一本關於非洲的歷史 即是非洲的國家的歷史 這些人種的歷史 但是看得很悶 所以可能看看 然後睡著了 可能感覺到精神了一點 不過 無論如何 我想偶爾充電 充電就好一點 尤其是 對著這些書 其實對著它 可能還在睡覺 真的不是開玩笑 那說回今天的書 今天的書 反覆 我想大家也不意外 而且升了上去之後 尤其是不找到 而今早上的時間 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今早上的時間 你見到你的尾團 曾經爆了上去 但不知為何 突然爆了升5.5 也很快 升幅就沒有了 而恆子 那一刻爆上去 就差不多升了 差不多200點 但是也是那一刻 很快 然後回落 因為你的尾團 也站不穩 到了晚了 回來之後 更加知道 這一批的方企股 要跌越多 騰訊 最後好像是第三大的跌幅籃籌 跌了差不多2% 最主要是债息 即是那十年期债息 到了1.83 那馬上 Dow Future Last Day Future 全部跌了下去 然後拖累 港股的表現 不過 特別之處 不單單是科技股 其實我再看 那些權重的股份 好像匯控 又好像 這個叫做 這個有幫 都跌了下去 即是今天 那些權重股的表現 都很差 所以又拖累了 大股的走勢 大股就是這樣 當然 個別的板塊 你可以看到 內房股 可以彈一下 豪島股 又跌了 KT也問 27 即是這個情況 27 就好像今天收到四十多元 四十四元 左右 跌了一點 跌得不多 事緣就是 有些說法 就是 好像 博彩法修訂 就是 澳門的特首 可以隨時 即是一些安全的情況 可以終止賭牌 又好像說 可以有權 限制賭場的賭桌數目 大家又會覺得 原來監管還是嚴重的 令到股價 跌下去 我覺得是這樣的 其實 我也相信 它不會無緣無故 突然之間 會停止兩個牌 第一 第二 倒桌數目 其實現在都有限制 其實現在都有限制 所以兩樣東西 又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 所以 你問我 如果以27來計算的話 它有沒有受到 那些看法 從之前 其實分別不大 又或者這麼說 那個博彩法修訂 之後 按道理 很多 比較上的不明朗因素 其實是消除了 但只不過 始終關鍵位 就是 究竟什麼時候 可以恢復通關 這才是一個關鍵 所以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 又不需要太過擔心 對於毫度過這次的下跌 我又不要擔心 但只不過 現在 始終對於它們來計 是沒有一個 叫做上升的誘因 即是 它們的大眼 其實是沒有一個誘因 所以 這個才是一個問題 變成它的股價 長期 可能暫時會處於 比較爛爛的狀況 倒搜數字 又不會太理想 亦都預料了 而且現在 因為Omicron的疫情 好像更加強了 但反而 通關的日子 都只是一拖再拖 所以 豪賭鼓 這位買 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 你要擺放 還要搜 還要給耐性 去提等 另一隻 就是問257 257 就 沒什麼 257就不僵 加住 加住 我覺得這位 沒有太大問題 不過 只不過是市場的氣氛 我覺得 不是難玩 即是你說這位 買不買 我覺得先等一會 其實 因為現在最主要是我對市的看法 是信心 真的不太大 即是 當然 今晚美股的行程 怎樣去行 我 就不至於很悲觀 雖然你說 現在 在錄影片的時間 LAST Day的Future 跌了2% 有很多板塊 例如你說 汽車股 都好像跌多 好像 我剛才看到 Tesla 都好像跌半支3 我再看看 但是 又沒有什麼 很多時候 大家都知道 美股開市之前的時間 其實都是這樣的 我會否相信 沒有太多方向 那 維今的星期 其實有一件事 我想 又這樣說 美股 如果你要回顧行程去看 那 那 是反覆的 即是你預早會反覆 因為那個加息的預期 不斷現在 升上去 這是有一個預期 另外就是 會有些對市的影響 另外 另外就是 本身 今晚才有多業績 其實我覺得 業績的因素 可能突然轉動 更加少的因素 適合的去向 我也蠻肯定 其實現在很多分析 看了次加息的話 那個不確定性 其實很厲害 是很大 因為 其實今年 上半年的變數 和下半年的變數 可能會差很遠 我想上半年的政策面 上半年會比較容易看 但是下半年的變數 其實很厲害 等於你內地方面也是 我相信你很多的政策 你上半年 特別是貨幣政策 第一季要定就定了 即是當你想想 當你可能到第二季 大學的時間 開始 你還說減不減息 去外面加息 即是你到時 你那個 色差一直看闊下去 你變成 那些貨幣 會流 即是外的那些 熱錢 會流出去 不奇怪 所以我覺得很多東西 第一季 其實反而是清晰 二、三、四季度 變數也很大 即是你說美國 會否狂加息 我覺得真的未必會 而且你狂加息的話 經濟影響就會很大 所以變成 我會這樣看 但如果以257來計 其實沒什麼 257最安全的 其實我以前的 業務 都叫做環保 相關 國家政策 都叫做扶持 這些辦法 就不會太差 這個可能 修正多一點 內地國家政策扶持 我想垃圾發電 未至於很扶持 但問題是現在 這個發展之下 因為他們 又有更多項目 做 變成他們自己 自身 已經足夠的實力 他們自己運動 這反映 其實不差 可以的 因為他們三月出業職 其實業職表現 都會不會差 當然 做步做步看 會比較好 另外有朋友問 先問一下 本地企業 往往 說實話 今天這東西 升不下 我今天都沒有看過 我再按一按 那東西 先看一下 是號碼 先看一下 我也要先按號碼 一時間 不要記得 不好意思 我記得了 2170 應該是 2170 又不是 我再看看 是多少號碼 我真的忘記了 那公司是甚麼號碼 我立即再檢查 但我想說 本地零售股 其實你也有眼看 往往 真的不理想 對不對 其實真的不太好 所以 你要問那一隻 我做 2250 對不起 2250 我先看看 2250 跌這麼多 我真的 沒有了 我昨天都說 跟大家說了一件事 你真的 這些沒有賣點 最主要是 那你又不會 很大增長 對不對 那 沒有太多 不同的雙湯 我記得 剛剛人們代對 百分之九 今天不知道 你有沒有止虧到 那當然 你 這些半生股 要炒上去 真的不難 一點都不難 但只不過 真的沒有賣點 所以 你自己要小心點 好嗎 我對這隻 沒甚麼特別的看法 因為 我真的不懂 所以 純粹 我會建議你自己小心點 最好 不要拿這麼重貨 然後 有朋友問 45 其實這隻 是大酒店 其實是有一宗 吊的 例如說 可能 賣股 接收了一些股份 作價是12元多 你問我 合不合理 這個價格是否 合理的價格 嗯 嘖 那 給你講法 他們 他們本身的監督也是大股東 他們 有 甚麼叫做 珍慈 那 價格是以現價為高的 那個大字 但跟那個NAV 的折扣 其實也很厲害 因為 他好像大量大約 二十多元那個NAV 那你現在12元多的話 可能我NAV的折扣 也剩下五成 但是 有件事就是說 我本身的酒店這些業務 其實過去這一年 可能那件事的估值 即那件事的估值 跌了不少 因為你和你 疫情之前的時間比的話 那些股份一定會縮了很多 所以NAV的折扣 有機會就不太大 但是 如果你用現價七個多的話 其實你怎樣算也好 跟NAV的折扣一定很誇張 我相信 你也要買 即使你買也好 我不會用這些價格 這些價格是賤價 即使你七個多的話 真的是賤價 那我覺得就不會買的 等於 有時候 這些公司未有什麼 什麼銷售的東西 你想想 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你要銷售的話 NAV的折扣 反而有些參考性 因為 如果那件公司 那件公司 它的NAV是50元 你心想用一些 可能用10元去買的話 就是 跟NAV的折扣是八成 那其實是 不會的 你想想這麼低的機會的話 原本的東西是10元 你用2元賣給別人 即使用2元跟你買 而你肯買 那整件事有點不太合理 那 通常就是說 如果解釋的東西是10元的時間 按照你最樂觀的10元買 對嗎 但通常 等於你買樓 有時候大家要講價 那可能 你說 那個 股值 可能是100萬的 但通常 那些100萬 是否買出去 不一定的 通常你說 我見你見是你 便宜一點 八折 那你什麼情況 但很多 到那些 賣NAV的折扣 更加複雜 還有就是 可能那個 折扣的幅度 會變得更大 因為很多時候 那些 資產 你要變賣 不容易 你未必會變賣 還有就是 你可能一定是 在任何這些情況之下 通常有大概 一兩條折扣已經是很好的 已經是一個 很好的情況 通常三四成 所以你說 它的作價是否很便宜 很低 但來不到 只不過我覺得 如果你是以他們的交易 來講的話 這個你當作一個 合理價 正確的情況 但是 酒店業在 你說買來 用來長期的 你一定不是 用來炒 用來什麼 因為很簡單 你買現在酒店店的 行程 都還是差的 當然 有人可能說 有什麼 Staycation 但你想想 Staycation 和你平時 以往的一些 商務 旅客的數目 差很遠 還有 你始終 你沒有這塊 當然 這個股值 一定是低的 但問題是 當你 當你 Battle Normal 其實股值 自然會升上去 這類的 例如 磚頭股 那些 價值 就在於 你差的時間 可以很差 但你好那一刻 可以好得很厲害 而且這個價值 你肯守的話 有機會回到家鄉 你當作酒店以無為例 我當作你今年很差 下年也很差 再下年也很差 OK 但差 通常會差 10年以上 可能10年之後 其實你的價值 可能更多了 所以 所以 看你怎麼看 但我覺得這件事 對我來說 也沒有特別 也沒有特別 那就是這樣 大家 今晚看看 美股什麼情況 我拿這些貨 都不要理會 Robot這陣子 很差 但我又覺得 還可以拿 我買得不多 所以先拿著 有錢加著 也會加著 TSM 這樣說 好了 今天暫時先到這裡 大家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留言給我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